那么吴有发是个怎样的人 他又是从哪里接触到了这种 禁止流通的虚拟货币的呢 吴有发 金西县人 小学文化 原本在云南开了一家 卖当地特产的公司 他说2017年他通过微信朋友圈 接触到了虚拟货币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渐渐地喜欢上了这种投资品 经常听到人家谈起 说未来的数字黄金 数字黄金就说的是 这种悉尼的数字货币 发行的时候才一米分吧 涨到了天价 一个悉尼数字货币涨到了16万 接近16万人民币一个 你说这些人会不会被这个 数字货币给吸引了 吴有发说 他也希望通过购买试联资产 实现一夜暴富的梦想 第四连资产 我是真的是基于 微信里面的 唯有的一种信任 才开始在那个百度啊 或者一些浏览器上 或者是书店里面去 看那个七块链的一种 这个期视 和这个地 这个信息数字货币的一些 知识方面的一个了解 就是基于这种对信息数字货币的一种 盲目的一种崇拜 之后 试联资产虚拟货币确实一路上涨 给了吴有发一种虚幻的赚钱的假象 他加入到了相应的微信群 并陆续将自己大部分的资产 都用于购买试联资产 你在那个群里面 又加上他们会风托这种气氛 你就觉得早一天买 早一天盈利 我今天赚了多少钱 他还赚多少钱了 是不是 他后悔啊 我昨天干嘛不多买一点呢 都会有这种心态在里面 所以说人呢 一旦有了贪念的时候 他就控制不住自己 吴有发说 2018年他回到老家 基于想带大家一起致富的心理 将试联资产 介绍给了身边的朋友 当时大家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大家都希望 在试联资产这个平台里面 赚到人生的 一桶满满的财富 其实我如果是 以一种阴暗的那种心态 去把他们带到那个阴沟里面去 我根本就没有这种想法 连我自己的那个秘密 我都让他买了5000块 当试联资产的端口无法打开后 吴有发才意识到 一切都变成了一场空 此时他发现 自己其实对这个投资品 并不了解 当这个新移数字货币 在不断上升的时候 你就舍不得抛 当你想抛的时候 这个平台就不在了 就是因为这样子 把你套牢了 有些人说去违钱 这个东西你如何违钱 你连公司是谁 你连法人代表是谁 你都不清楚 你如何去那个违钱 没关系